三十条人情事故前规则 第一 再亲密的人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第二 不要在厕所议论他人长短 小心隔墙有耳 沦为别人的把柄 第三 大部分时候别人只在乎你的结果 我以前在家多看一会儿电脑 就被爸妈嫌弃懒惰不够上进 现在给家里买了一套名牌家电 即使坐在电脑前一整天 我反而成了努力的好孩子 第四 强者制定规则 弱者追求公平 但规则往往只用来约束弱者 而公平也只是相对存在 就像下棋和领导下棋 像能不能过河取决于他 和下属下棋 竹能不能后退取决于你 五 感谢时不要只说谢谢 用表情包 小礼物 请客 吃饭等形式 去表达你的谢意 别人以后会更愿意帮你 第六 收到活动邀请后 如果不能出席 应该提前通知对方 如果会迟到的话 要在适当的时间点先行通知 等抵达后再解释理由 如果要带未经邀请的朋友一同出席 也应该事前先经过主人同意 第七 喜欢一个人就要想办法让他产生情感共振 如果只是千变一律的吃饭送礼 通常只是高低不就的好感 如果陪他做他一直想做又不敢做的事 比如潜水 骑马 帮他完成更多未知的人身体验 他会把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从而产生依赖感 第八 不管你在学校还是出了社会 老实人就是不好过 你人太随和 别人就会把背黑锅 麻烦事都往你身上推 第九 那些突然对你好的人 要么是做了和你有关的亏心事 要么就是有求于你 第十 一定不要因为一个人对你好 而选择忽略他身上你不喜欢的那些点 等这份好慢慢带下来后 那些缺点就会使这份感情迅速走向终点 十一 寻求答复时 对方要是犹犹豫豫 或没有立刻答应 就是委婉的拒绝 例如 你求人帮忙时 对方说 可能没有时间 或我还有事 这时候 没有必要再求下去了 其实 他已经回答你了 十二 工作上的关系 大多跟利益绑定 当你无法提供价值时 别指望别人会抽出时间来帮你 十三 借出去的钱 必须是自己的闲钱 这样双方感情受到的影响 能够降到最低 十四 别人拿手机或相簿和你分享照片时 不要傻乎乎的前后东翻戏看 万一不小心翻出对方私密的照片 两个人都尴尬了 十五 能把临时带到公司分享的人 一定是有很大的诚心 你可以大方的接受 是对他最大的鼓舞 十六 让别人帮你一些力所能及的小忙 能够让关系升温 刚进入一个新环境 彼此都不认识时 为了打破尴尬 你可以向身边人借笔 请教 问地址 这些事情都很细小 但却能给诸人者带来很好的自我认同感 自然就会对你产生好感 十七 看手机看累了 记得活动一下筋骨 跟别人互动互动 十八 同一个不懂的问题 第一次问是有求之欲 第二次问可能是记性不好 第三次再问就是蠢 十九 即使是穿同一条裤子长大的 去穿门子时也要烧上点东西 别人说你见外那是客套 你带东西是礼节 合起来就叫人情世故 二十 人脉有没有用 体现在你的价值有多大 一个毫无价值的人 再怎么苦心经营人脉 都是白费力气 因为他无法给别人产生价值 并且他的初心也只是 巴结他人提升自己 一个有价值的人所经营的人脉 才是有效的 只有相互提升 别人才会愿意与你交往 二一 饭局聚餐吃饭 表面看都是一顿饭 却对应完全不同的氛围 场所甚至着装 饭局重点在 局往往有目的 聚餐着重在聚 大多聊感情 吃饭 水一些 放松享受美食 二二 一个人做死的三大表现 第一 没有原则的对一个人好 第二 没有理由的猜忌对方 第三 没有分寸的踩踏别人的底线 二三 想要一个小孩子停止哭泣 就给他一颗糖 想要一个人全心全意为你卖力 就要先了解这个人想要什么 并让他觉得你可以帮他实现 欲先取之 必先于之 二四 不说别的 吴彦祖式的颜值真的挺受欢迎 要不你有颜值靠脸吃饭 要不你有才华靠本事吃饭 如果都没有 就老老实实拼命学习 最起码能改变命运 有机会过上更好的生活 二五 少说访问句 比如 你没听到吗 昨天不是已经告诉你了吗 你很厉害吗 我就这样 怎么了 不要这么傻好不好 还有 真的想帮一个人 就不要说 爸这个字 例如说 我送你回家吧 这给人不想送的感觉 如果你换成说 我送你回家 快上车 是不是听起来更有诚意呢 二六 吃亏不见的是福 维护好你和至亲的权利和利益 才是最大的福 别不好意思拒绝 那些好意思为难你的人 也都不是什么好人 二七 先融入一个集体时 不要着急站队 先看清楚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和你是什么的人 在适当站队 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他人 二八 事情没做成之前 不要糟糕天下 一是因为说出去 没做到容易被打脸 二是说出去 即使你做到了 别人也不会觉得 惊喜 二九 获得好印象的最快方法是 夸赞 最熟悉的夸赞 是遇到男的 就叫帅哥 遇到女的 就叫美女 一听就知道 水口叫叫 敷衍了事 高级的夸赞是 借物欲人 比如 你像桌上的桂花一样清香 这首优美的曲子 很符合你的气质 这样说 能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你 三十 平时就应该以电话或邮件问候朋友 而不应在 有事的时候 才和对方联络 好 谢谢大家 好